那个最后那一幕我希望它是一个 就凝结在那边的感觉 因为如果真的交往的话 结了婚的话就是婚姻之路不好走 就是譬如说是 就是如果是江宏杰跟福渊爱人的 那个 他们的主题的话是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 世事夫妻好兼情 你这样不行 我刚才是故意讲错的 我知道 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一对奸情在发生 你在影射谁啦 你知道最近最火红的话题是 我知道啊 可是别人的婚姻是跟我们屁事啊 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 就福渊爱跟江宏杰啊 对 而且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呢 是因为江宏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双语做的 你不要随便把人家带入哦 这很危险 然后福渊爱是天蝎座 哦 然后呢 这两个星座啊 通常都被大家誉为就是 非常非常适合的一对伴侣 哎 怎样 这都是水象 对 然后天蝎座的人就是比较怎么说 就是比较会控制别人 他有一点就是虐待人的基因在里面 你要被人家 你要掉粉了啦 但是双语做的就是很容易被虐 你又要掉粉了啦你 没有啦 你要害羞我们节目啊 这是占星师说的 立刻推给别人 哦 然后呢 好啦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哪一对 就是再怎么样不速配 或者怎么样 其实 谈恋爱都是容易的 但是婚姻之路真的不好走 超级不好走 荆棘满步 齐驱不平 对啊 所以就是 我现在就来 不是来评论说谁对谁错 对就是 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像 他们会分开 其实绝对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绝对是两个人都有 就是可以修改的地方 可是其实就是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像一些网友一样 就是只是选边站 或者是要出真实的脸书之类的 对 虽然说 符原爱它是就是因为被拍到有外遇嘛 那真的是感觉上面是比较难 难脱罪的 对立场比较 不坚 居居可危 对 但是我觉得 说穿的其实应该也是家庭的问题很重啦 对 就是江宏杰它是大家庭的 我现在一直用一种很 很责备的眼神看着你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开始要 开始要 要那个就是 评论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你见到影子就开枪啊 因为就是真的很多人讲说 就是他们会这样啊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住在公婆家啦 或者家里有孤类啊 所以才会有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诶 讲得好像你在人家家里面生活一样 是有装什么监视器是不是 对啦 真的该你提示 我们真的 对 我们真的该我们 就是 没事这样子 然后呢 对 但是 就是 就是我觉得双鱼座的人啊 他们可能真的常常会把一些问题当做没事 对 就是 第一个是他们 其实还蛮常 执迷不悟的 对啊 所以也许 他们应该都有发现问题 但是 我觉得小爱他是真的 算是比较 敢跨出那一步 就是想要 离婚 或者是想要做自己 这样子 小爱 对 爱讲 所以他长得很可爱 讲得好像你 讲得好像你 很熟一样 好啦 反正这是他们的事情啦 但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之道 当然 而且我觉得人生其实很漫长啊 当然 就是像你在最近在脸书上 像写的一样 你说 应该是你引用了谁的文章 你就是说 人生很漫长 漫长到 就是跌倒了还可以有时间爬起来 对 对 那另外一个呢 我去拿我手机念给你听好不好 嗯 好 就是因为我昨天终于看完了一部2019年的台剧 嗯 还好了 就是俗女养成记 嗯 对 然后就是戏的最后一集啊 那个陈嘉玲 他就是做了一些人生上面的抉择嘛 他对自己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他说 亲爱的陈嘉玲 你是从几岁开始忘记了 忘记了这辈子其实很长 长到你可以跌倒 再站起来 做梦又醒过来 你又是从几岁开始忘记了 这辈子其实很短 短得你没有时间再去勉强自己 没时间再去讨厌你自己 亲爱的陈嘉玲 从现在开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再忘记了 我想要对你说 对不起 谢谢你 我爱你 嗯 对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婚姻的经营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因为各种事情之后 你更了解你自己嘛 当然 对啊 我相信他们都有所成长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啦 就是也不会因为说一段婚姻它有裂痕 就会觉得说啊早知道不要跟着男人在一起 或者是早知道不要生那个小孩什么的 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快乐的那个成分 才会让两个人结合嘛 对 那可是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呢还是很祝福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接下来的路的方向 是 其实很多人都可能就是比较把这些娱乐新闻当笑话在看的 就会觉得说啊他现在 以前那么赛恩爱啊 现在这样子分了感觉是输家 就是觉得他们这样子很不OK 然后或者是有人就觉得说什么 啊异国恋真的很不容易啊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都是比较看衰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他们本身是有很大的差距 然后分开的话 感觉表面上是输了 可是其实也是赢了 因为很多 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一对怨偶 可是他们就是坚决不分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 他们的人生反而是输了 我觉得整个是困在里面 对啊 我觉得自己是不太喜欢这样的 是 就是假设我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婚姻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会希望自己痛苦的快到斩乱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人生很长 是啊 真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输赢 很难去用一件事情来定义 或者是我们觉得他是输了 可是他们自己的心中 他们可能觉得松了一口气 也不一定 对啊 对啊 没有错 对啊 嗯 好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啊 就是 我跟他只是一个开场白啦 对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双鱼座 嗯 他的比较正面的性格 嗯 对 你觉得双鱼座的正面性格可能会有哪些 我觉得非常温柔耶 嗯 而且很细腻 对 很贴心 然后我觉得他很能够体察到别人的情绪 是 嗯 然后对于自己就是更是那种善感的代表 对 是 好 那你还记得他是有哪两个行星座守护的吗 我记得 因为你刚刚有讲 嗯 就是木星跟海王星 是 好 很好 好 我们在上节目前也稍微ray一下 对 不然的话怎么得了 对 好 那木星呢 他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星 嗯 他是一个关于就是比较是快乐 然后扩张 嗯 就是比较是有很多贵人相助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扩张自己的版图 嗯哼 所以呢 我觉得双鱼座在这样的行星的带领下 其实 他们的人生通常是蛮顺遂的 哦 真的吗 对 其实是有些半岛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可以有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 很能适应环境的一个星座嘛 嗯哼 所以他们会调试他们自己 哦 对 所以呢 木星给他们这样的力量 嗯 可是海王星又是另外一个 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幻想的 嗯 就是很富有同情心 然后很 会牺牲奉献这样的 的意象 嗯 可是呢 其实海王星在被发现之后啊 差不多是1846年的时候 嗯 对 那个时候开始啊 就是流行的很多催眠啊 或者是一些麻醉相关的技术 你怎么知道这种事 对 我有查一些书 嘿 然后呢 对 然后这个技术呢 其实就是象征的是 呃 就是海王星它的一个特质 就是 它是有一种 一种很神秘的力量哦 嗯 就是 它好像是会让人就是 慢慢慢慢的 跌入一个 就是容易幻灭的一个梦里面 容易幻灭的梦里面 就像是你看麻醉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 其实只是在遮掩 疼痛这件事 哦 它让你就是不知不觉的上瘾 然后其实 麻醉药 其实也是一种毒品 我知道啊 对 马飞 对 那其实呃 在我们其实说上一个世代 其实是海王星世代 对 就是上一个2000年 就是好像科学还不那么普及 然后资讯也不那么发达的时候 对 所以你看海王星世代 它有什么样的宗教活动 它就是有各种的宗教的 就是百家争鸣嘛 就是好像是要 让大家知道说 什么样才是真理 欸 你说到催眠 我想到一件事耶 就是我们小时候 不是常常会有那种 综艺节目 会有那种催眠大师 催眠大师 马丁 然后就叫那个什么 现场的观众 也不知道是不是先say好的 嗯 然后就请他们排排 坐在那舞台上面 然后他们就会说 啊就是你现在要干嘛 然后那些人就会做一些动作嘛 嗯 就是那个催眠师 叫他们做的动作 他们就会做一些 很疯狂的举动 然后后来就突然醒过来了 在一个弹指之后 对 这样 真的吗 我觉得 有点 有点值得存疑耶 嗯 那 对 我就觉得很奇妙 可是好像 那个催眠好像真的是一门 很厉害的学问 嗯 因为好像就是像是 据我所知一些 心理的治疗啊 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来 就是 让人舒服一些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 什么我不知道啦 对啊 像你说毒品的 就是一些迷幻药的东西啊 它如果是 正确的 非常微量的使用 它可以帮助在手术上面 对啊对啊 可以让人减轻疼痛嘛 对 这也是 我觉得海王星的一个 好的一面啦 嘿嘿 可是海王星 如果是带领的大家就是 好像 继续的往那个就是 比较容易幻灭的那种 梦想前进的话 嗯 它可能就会 让人上瘾 嗯 对就是像 毒品啊 侵害 毒品侵害我们的 就是意志力 嗯 对 然后还有很多 不可知的一些幻想 嗯 比如说我觉得 如果有些很宗教狂热 嗯 我觉得那样子太过 过分的那种 相信某一个理论 嗯 其实也不是一件 很健康的事情 嗯 对 所以我 我即使是 我在做星座这个单元 可是我也是一直提醒自己说 人其实是很复杂的 对 其实不要完全的去相信 嗯 对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自己 嗯 对 它可以有很多好的一些 就是带你做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嗯 但是呢 其实 即使最后 你做出来的事情 不如预期 嗯 你也是要去 嗯 让自己可以好过一点 嗯 就像你那天花了五千块一样 对 对 没错 记得要敷哈 敷你的眼膜 好好好 等一下下节目就来敷 好 好 那我现在要谈一首 就是 我感受一下 双鱼座的感受 感觉 我去来即兴一段 嗯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 我大概的一个创作理念 嘿 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双鱼座的记号啊 其实就是两只鱼 嗯 在反方向游 对 的那个 那个感觉嘛 对 所以呢 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的左手是往 从上往下 就好像是一只鱼 从右边游到左边 嗯 所以我等一下 我的手 我的左手 会是这样子的旋律 这样子 好 但是我的右手呢 就是会是 当然是旋律 但是 我主要的旋律 会比较发展的是 第一句是往上面走的 嗯 嗯 嗯 这样子 所以你看 嗯 嗯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有点不一样哦 因为其实 一般的曲子啊 通常在跟音 第一拍 比较重的话 嗯 它可能 大部分的弹法呢 左手会是这样子 第一下是比较低的 哦 对不对 可是其实双鱼座 我就是想要完全不一样 就是 先从高的开始出发 对 这样会有一种怎么样 有一种我觉得 其实如果我在写一个 在漂流在大海中 哦 因为其实双鱼座 你就想像是一只鱼 对 很像油的感觉 对 它不会是这么的 这样子的话 感觉是 受到地吸引力的 影响比较多 就是我的跟音比较重 嗯 好像踩到地面 可是 这样比较像是 在漂浮的感觉 哦 我自己的幻想 有味 对 然后我的旋律啊 其实你会觉得 它很优美 其实很像是 很温柔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很有 很有同理心 嗯 对 所以它会抚慰你的心 嗯 可是在某些时候的 和弦上面 我会感觉 还是有点悲伤 嗯 那个悲伤是 我比较想象的 不是只是 呃 就是非常 无病呻吟的悲伤 而是 它是有一点点 牺牲奉献性的 嗯 对 像如果你等一下听到 有一些和弦是 这样子 这个地方 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就很像是 我把自己献出来 然后很奉献 哇塞 对 其实 怎么有一种 妈妈的爱的感觉 对 其实双鱼座子很适合 当 我上次有说过 心理直上师嘛 或者是 我觉得很适合 这种老人 安养愿的 哦 对 这样子的角色 哇塞 对 它很包容 也很 就是可以去 进入到你的心里 是不是很有耐心啊 对 哇塞 完全不是耶 还好我是 母羊座出生 如果在 我再早产两周的话 我可能就 哎 对 但是 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 也有另外一种 那个 好的个性 不晓得 对 毕竟你水星在双鱼嘛 哦 我真的是 就是受制于这个星座 我觉得有点痛苦 不会啦 这个星座也很多 很棒的地方 是啊 对 因为我月亮在双鱼 所以我要为他讲话 对 好 那最后面我会转调 就是因为 刚才是感觉是 比较是海王星的音响 但是呢 后来转调 就是象征的是 他的幸运 然后那个幸运 就是会 就是木星会帮助他 扩展到 另一个新的境界 对 我之后的曲子 我一开始是 降笔大调的 就是降C 这个音 对 然后呢 我会把它升一个 全音到 DON MI SO C大调 对 所以你会听到 变得很光明吗 对 就是好像亮起来的感觉 就是 我觉得这个双鱼座 它就是有一个 幸运性在守护 对 它其实是 常常会 把自己叠入一个 比较 致密不误的境界 就是牺牲奉献型 可是它最后 它还是有 可以逢胸话机的 机会 这样子 好 我们再来新场咯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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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刚刚感觉有一种苦练的氛围耶 苦练哦 对,好像有一点辛苦的感觉 可是最后还是有来到一个很温暖光明的结尾 对,你刚刚说的苦练的感觉应该是我肩奏的时候,就是那个 嗯,应该是 它就是很迂回,它不断地在转的感觉 对,但是最后都还是就是朝着一个更光明的方向前进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我对于身为双鱼座的江红杰的一个祝福 嗯,对 对,当然就是属于天蝎座的浮渊爱呢 它也有它自己克服它的就是触礁婚姻的方式 当然哦 对,那到时候我在天蝎座的时候再来分享 哇塞 对 你要这么久以后还要在编人家就对了 是 好,OK,那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还蛮喜欢的 对,它其实就是像大海一样 其实很有包容性 嗯,而且就是音乐也很广 对 对,很像是 就是它的那个关爱世人的那种程度 其实是无缘佛界的 真的 对,很宽阔 我常常想到你的那个创作 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 可是不太适合写词 哦,对 因为很难唱 嗯,这个没办法唱 对啊,到底是要杀鸡到什么程度 对啊,我是走纯音乐路线 嘿嘿嘿 嗯 好,那讲到这里啊 我想要来分享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双鱼座很有 很有双鱼座个性的一个作品 嗯 对,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讲水瓶座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是分享什么吗 上次水瓶座的时候 对 分享什么 我分享的作品 就是电影作品是AI人工智慧 哦,记得 对,那这次呢 我来分享的是一部 也有拍整电影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绘本 嘿 对,是吉米的 向左走向右走 哦,我知道 对 那你不觉得 向左走向右走 这个意象也跟双鱼座 朝着不同边游的那个意象很像 有耶 对 所以我就立刻想到这部作品 嗯 对,这部作品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看到的 我是大学的时候 对 那我就立刻的 立刻买下这本书 我也买了耶 对,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作品 嗯 然后它的很多情境啊 其实是 呃,其实它只是一个 其实两三句话就可以讲完的一个故事 嗯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就是 两个人 他们有一天相遇了 嗯 对,就是一男一女他们相遇 嗯 然后就是过了一个很幸福的一天 很浪漫的一天 但是后来呢,他们抛下对方的电话 嗯 可是却因为大雨的关系模糊了 嗯 所以呢,他们就找不到对方 好,就不能打那个电话了 对,但其实他们是住在隔壁 对,然后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向左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可是隔着墙 在那边思念彼此 对,然后但是吉米他很厉害的是 他不是只是单纯的写 就这么简单 嗯 他会在每一个画面中 就是加了很多很多的 呃,伏笔 或者是一些幻想的东西 嗯 对,比如说就是在很巨大的天空上 有一只鸟在看着对方啊 嗯 就是他很擅长这样子的画面营造 嗯 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是 这个城市其实不是只是这么的冰冷 嗯 他还有很多的幻想的元素 嗯 对,但我觉得双鱼座的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其实是会 一直痴痴的等待着 就是说他们真的有经历 这么浪漫的一个一天啊 嗯 我觉得他们会是真的是 呃,算是 好像就认定了对方 嗯,对 对 好像就是我非要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就算电话已经不见了 还在那边是不是 对 他应该要贴一个真人启示啊 或者是直接上电视 哦,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拍照 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 就是可以供 就是真人启示的东西 我提供一个方法给他们 就是上PTT寻人版 我把它的特征寻人 然后叫大家来高调 这个推文这样子 嗯 一定可以马上可以找到 因为连那种 我不相信 连那种就是随便用哼的 用文字打成的这个歌 都可以被神出来 我不相信有任何神不出来的人 我觉得每次看到那些 就是那种 球 就是这首曲子是什么啊 登登登登登登 就是用那个文字表现 然后下面立刻可能一楼二楼 就马上就有人找出 而且还是完整的MV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事 不过如果是我的曲子 他们应该演 无可耐 难说哦 因为你的那个 不是有创作 就是像那个什么 那个电动的那个游戏嘛 哦 这样他大概应该是 大家登登登 应该就会找到了 嗯 那 那也要我够红才可以吧 我觉得你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你可以更红 好 谢谢 对啊 然后这个作品啊 在那时候 我看完之后 我就立刻的 谱写了一首曲子 哦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曲子 其实当然就是 我是为这部作品写的 可是当时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一定要写出来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老师 就是当时高中的音乐老师 他出了一个作业 嗯 他就让我们就是 每一组分组 然后每一组就是看一个 作曲家的爱情故事 嗯 然后我们就是要用演戏的方式 把这个爱情故事演出来 哦 对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 呃就是放他的 这个作曲家的音乐 穿插在剧里面 嗯 不需要自己作曲或弹奏 嗯 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是抽到肖邦 嗯 我们这一组抽到肖邦 嗯 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肖邦跟 乔治桑 嘿 的爱情故事嘛 嘿 对 所以呢 就是乔治桑他 呃其实我们也有点杜撰啦 就是用这个 这个作品来稍微就是杜撰一下 就是也在杜撰说 就是他们 找不到彼此 然后后来相遇这样子 哦 所以这个剧本是你们自己写的哦 对对对对 还蛮厉害的耶 对 然后我 因为我会弹钢琴 然后也会创作 所以我就很 就是 自己 自以为是的 就是 就是把它当音乐剧 你就是浩大喜功耶 对 然后反正我就在 有一个 就是我就演肖邦 然后 你演肖邦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行 我是富邦啊 富邦银行 不是 我只在想说 有就是 把那个什么剧本写出来 然后还要 身兼配乐工作 已经够吃重 没想到还要当男主角 我想到一个人 嗯 谁 牛承泽 哈哈哈哈 你侮辱我 对 他嫌相这么糟 对对不起 他都快要抓去关了 L.O.B.E.吗 爱吗 那部片 就那些这样子 可是我没有自飞 我没有把女主角 就是带回家 哦 所以谁演你的肖智桑啊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这首曲子 我就是 虽然说是受到 向左走向右走的 灵感启发 可是我就是把它用在这里 但是其实我 这个风格 也一点都不肖邦啦 嗯 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只是一个高中生 就是想说 为父亲词 想说丑 哦 你就写了一首曲词 就是为这个剧 当配乐 对 哎 我有个问题 嗯 那你是在台上演肖邦的人 那那个音乐是你怎样 你有 因为那个 音乐教室有钢琴 所以我就是演的时候 我就直接坐在钢琴前面弹了 听众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刚才沉默了这么久 是因为你想要抓一只蚊子 我没有抓到 而且因为在 还有就是身为 就是主持人的矜持 没有就是这么暴力的 我很想要往你头上打下去 可是我就想说 兄你也等於是没有抓到 又到了那个蚊子很多的季节 从他蚊子里会想到那个 那个啊 工厂吉他男 不知道他今天睡的可好 你知道他最近就是 他发了一个 因为反正我在讲一次 就是我曾经到他家睡过一夜 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去他家 因为 你要讲工厂吉他男 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铁粉 哦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 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吉他手 可是因为他为了要就是 呃 实现他的梦想就存钱嘛 对 他就去做那个工厂的工作 对 指向工厂 对 然后呢 他就是最近发了一个文 就是说他 就是 他其实很想要自己 有一间录音室 因为这个是音乐人的梦想嘛 对 就是我也有这个梦想 因为我想要就是 毫不管就是 呃 邻居的感觉 就是弹出 大弹那个平台钢琴 对对对对 想要成为周杰伦 对 我没有邻居 对对 很大气 我也蛮想要这样 对 然后他就 他就 然后就是在脸书上 就分享说 他其实已经有存到钱 可以买录音室 对 可以盖一个录音室 嗯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考量 对 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说 加油 那你的房文要做好 哈哈哈哈 然后呢 他就说 对 就是 到时候 完工之后 再邀请我来睡 哈哈哈哈 哈哈 因为我之前 睡他家的那一晚啊 我没有睡觉 我没有睡觉 因为那个蚊子都在堵在被窝里 四肌二痘 我真的觉得 很痛苦 就是拿来的蚊子 他的脚这么有力气 可以就是躲在那个棉被里面 对啊 好歹我们家虽然有 但是也只有一两支而已 被我们打 用那个电文拍电死之后 就不会再出来了 废话 你那个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他那怎样啊 我觉得很有问题耶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是 可能大家想要听他缠吉他 这样会得登革热啦 奇遇登革 奇遇热 我们那时候没有讲到这个 就是我们在讲 因为你不给我讲啊 我本来都已经把我那个剧情 都已经写好 你说不要讲那么多 反正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啊 对 非常吧 奇遇超赞 你都讲了我就要讲 就是那个奇遇登革热 就讲说 就是外面的人 就是奇遇以外的人啊 跑到那个春日部 这个地方 奇遇县的一个地方 然后被当地的春日部蚊 就是蚊子 叮了之后 就会得到 类似登革热的这个症状 比如说发高烧啊 呕吐啊 昏倒啊 干嘛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病征 就是他身上会起疹子 然后用放大镜照那个疹子 就发现沙 就会发现那个 那个沙的那个字样 满满的沙 可是都写很 都是很小的 所以只要放大镜才看得到 对 就需要卸清 我以为是很大的 在手腕上面 不是 他是蛮密尼麻麻的 都是红疹子啊 然后用那个放大镜照 之后才发现这样 好啦 我现在要弹一首很浪漫的歌 我们不想要就是分心 好 讲这么多 都是蚊子的关系 好 现在我要弹的这首就叫做 我把它取名叫做 下个街角 嗯 对 而且它是有很多段落的 等一下你们会听到就是 它的段落实际是 一开始是有点悲伤 就好像是那个下 下过大雨之后的那个夜里 他们发现 就是他们流的电话 就是被 沾湿了 看不出来 嗯 然后呢 之后呢 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旋律 就是回想去 过去那一天的 发生的种种 嗯 对 然后最后呢 有一段就是 在副歌的地方 就是不断的 好像有期待的感觉 一直转调 一直就是要很 很兴奋的想要去 去见到对方 嗯 但是最后还是落空 嗯 可是就在一个最后 不经意的 的时候 又回到原本那个 很温馨的旋律 嗯 就是 他们决定搬出这个城市 嗯 然后呢 决定把这个房子 就是打 就是这个 他们是住隔壁嘛 他们就是把 这个房子的墙壁 打破一个洞 对 不是吧 不是吗 不是他们不是在 就是原本相遇的地方 相遇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 终于可以在一起 然后就把那个洞打破 哦对对对 不是啦 把那个墙壁打破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是自己就 就扩张自己的家 这样子 对对对 是这样子啦 嗯 那 就是 最后又回到这个旋律啊 很 很温馨的旋律 就好像是 好像一个 就是不经意的一个 嗯 幸运之神的 巧妙的降临 嗯 就让两个人 再次相遇了 嗯 对 其实我们之后啊 我想要推荐大家 看一个呃电影 叫做呃就是 宏迈 嗯 一个法国导演叫宏迈 嗯 他有有一个很知名的 一个系列作品 叫做四季的故事 嗯 对就是春天的故事 他的片名就叫做春天的故事 夏天的故事 秋天的故事 冬天的故事 嗯 对 那我我要特别推荐 冬天的故事 为什么 他也是在讲一个 就是跟至爱 就是离别 但是因为他 非常非常有信心 觉得一定会找到对方 嗯 然后最后 真的如愿找到了 这样的故事 就是一个幸运的故事 呵呵 对 呃 你会一般人没有 呃 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光听剧本 你会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因为法国这么大 怎么可能会找到 为什么要离别 呃 就是他们 也是就是 走疚了 战乱吗 不是 就是他们只是 就是留 留错那个 呃 那个地址 哦 对 反正也是跟向左走 向右走很像 就是一个阴错阳差就对 对 那 虽然说这个故事 感觉很扯 但是你如果看完电影的话 你会觉得 他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哦 对 就是你会觉得 呃 好像 我们应该是要真的 找到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人 嗯 对 我们在找到之前 不要轻言放弃 有些人就是会觉得 啊 那我找到一个 就是80分就好的 可是你曾经遇过100分 你绝对不会想要 就这么轻言放弃 啊 这样的故事 你是说有遇过100分的话 就不要轻言放弃100分 还是说有了80分之后 不要笑强100分 诶 要更要更往上追求100分 这样子 呃 他就是想要找到原来的那一位 哦 就是你心中的100分 你不要放弃 即使你跟他正在离别当中 对 虽然说感觉是非常不可不切实际 可是这就是双鱼座的梦 双鱼座会相信一个百分之百的 真男人或真女人 这个梦好像很容易破掉耶 对 但是你看了这个作品之后 你就会觉得 哦 好像他还是给我们一些希望 所以双鱼座一定要去看 他就会更坚持咯 对 我真的推荐所有双鱼座的人看 他们会更执迷不悟的 在寻找那个Mr.Right 真的 那这好吗 对 或者是Mr.Right 好 来 我们来说 我们来 分享一下咯 下个节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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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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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你找到了一个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个挚爱的时候啊 其实通常那感觉并不是一个 很喧嚣华丽的一段音乐 而反而是类似这么纯真的 好像是你看到的一个自己 就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 好那这一段旋律就是 是很浪漫的感觉 很纯真浪漫 但是呢在后面有一段就是 下个街角 他一定会在下个街角等我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不是一般的这个 原本这个抵达调应该会是 这样子的走法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 好像就很像是那个 马力兄弟那个 的那个 要升级破关 对 所以呢他这个有一个期待感嘛 所以呢就是这一段副歌就是 然后呢再一次 再下一个街角呢 这边很好听耶 然后呢 然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转调 嗯 然后这里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落空的感觉 然后呢回到原本的失望的主题 好一开始的那个 这个这个感觉又回来了 然后呢 好最后呢就决定离开这个城市吧 然后呢在路上面还是 回想到那个原本那个 很浪漫的一天 但是因为不抱什么期望 所以我的音域是到很高 感觉很像很很微弱的 巧妙的 对很很就是若有事物的一个旋律 嗯哼 对 好那之后又回到这里 但是我这个地方我的旋律啊 虽然说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和弦上面有变得比较 比较特别 嗯 就是比如说第一次是 这样子好了 但是我第二次呢 这样子 然后呢最后 好这里应该回到ray对不对 对 对感觉是有解决 但是我不想要让这个这个作品 就这样停在这 对就是好像让大家知道说 我有找到 对 我想要让它变得比较有点 最后停在一个好像 最后它终于看见对方 但是那个那个是一瞬间 就是成为永恒的感觉 所以我最后的结尾就是 然后我不弹ray 我就变成是 好厉害哦 感觉又有一丝希望 对最后你听哦 就是 我停在这个音 我没有解决到 第一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大家是 有一种遐想 但是因为最后它是一个很 好像在最后 没有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它看见了对方 但是那个 那个最后那一幕 我希望它是一个 就凝结在那边的感觉 因为如果真的交往的话 结了婚的话 就是婚姻之路不好走 就是譬如说是 就是如果是江宏杰 跟福渊 的 的那个 他们的主题的话是 有婆婆 有无类 各种的沟通不良 对 还是 有时候 但是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那一瞬间也许就是永恒吧 我相信他们的确是相爱过的 当然啊 对啊 真的 所以他们之前放闪 大家可能觉得 啊早知道之后会这样 干嘛那时候要那么放闪 我觉得讲这种话 你都是不懂什么叫做爱情跟婚姻 对啊 真的 嗯 哎我觉得别人的事情 就是不要多嘴啦 嗯 把自己的婚姻关系搞好再说吧 是啊 对啊 好那其实他们就是 一个人向左走 一个人向右走啊 可是我希望 木星的幸运 还是可以领到他们身上 嗯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 即使是分开了 可是不一定 就就婚姻来说是输了 可是在人生来看 其实 人生还蛮长 是啊 嗯 对啊 他们也许现在是 一个过渡时期 嗯 但是我觉得 我相信他们的未来的人生 对于爱这件事情 对于家庭这件事 他们会有不同的体悟 对 嗯 对 所以希望 双鱼的朋友们 就是 我相信你们是很有智慧的一群 嗯 对 因为 我曾经有看过一句话 就是 好像双鱼座有很多的缺点 然后感觉很像是 这样的星座出生的人 他们就常常会执迷不悟啊 什么的 嗯 就是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对 可是呢 那为什么 双鱼座还是出了这么多伟大的人 嗯 就是譬如说 华盛顿啊 爱因斯坦啊 为什么双鱼座 有可以有这么多的成就 嗯 那是因为他们会思考 哦 对 他们不会只是 就是执迷不悟的 落在这个 情感的你闹里面 他还是会 想办法去适应这个世界 对 我相信这个时候 就是 海王星退散 然后木星发挥 他的这个 幸运 还有扩张 还有就是理性的力量 哇塞 你是占星师耶你 对 所以我希望 就是大家在 但是我还是要说 就是 海王星不是完全的不好 因为海王星 也有他很好的一面 嗯 可是我们要懂得去 适量 嗯 就是不要 不要把他的那种 就是 执迷不悟啊 催眠的那种力量 嗯 然后来做那种 就是 把自己的眼睛遮掉 哦 对 还是要用一个 明册的双眼 去看这个世界 嗯 很棒的分享 好 今天觉得很开心 可以听到你 就是 呃 创作这两首歌曲 我觉得非常的 嗯 轻松愉快 而且我还特别 就是准备了一张椅子 对 让你坐着 对 不然的话 每次这个录 这个音乐人家观想事 我都一直站着 对 让你安心的滑手 对对对 刚刚觉得很愉快 嗯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就是 就是带着一个 空空脑袋来录音 没有 我很怕说 我在谈了一半的时候 忽然听到这样的声音 什么声音 就是 就是你可能睡着了 然后不小心撞到那个 没有没有 今天下午有睡午觉 今天下午睡两个小时 有午觉 你气对不对 哦 嘿嘿嘿嘿嘿 你这个 那个 死 自由工作者 嘿嘿嘿嘿 好啦就这样吧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聊 哦 你上次有说 你这个下礼拜一 有一个主题 对不对 对 就是要聊聊 我们的医院清单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死前清单 对啊 这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 你有问我一个问题 后来就下节目之后 你有说 诶 他是要就是真的 不能实现的 还是一定要可以实现的 我就说 嗯 除非你是说那种 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说 我要变成那个什么 那个 林志玲 或者是变一个超级无敌的 那个谷王 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啊 哦 哦 我还以为你说的谷王 是说 不是不是 打鼓的 不是那一种的 晋级的鼓手 嗯 股票 不会不可能啊 我反而觉得有可能啊 你说我可以变成巴菲特 为什么不行 可是如果是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想要去 海王星玩 这种就是不太可能 哈哈哈哈 对 我又没有要去 哈哈哈哈 没有 反正我就说 就是你不能讲一个 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或者是要变成林志玲 对 因为我那时候的问题 应该是说 就是呃 不可能会讲一个 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是那种 自己一定要有 有办法达成的 才可以列在清单里面 还是说那种 这种伟大的目标也可以 比方说 呃 想要选一次立委 这种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扯 这样子 的那一种 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诶 瓶 小瓶子小罐子 听到了没 立刻 全民 起来投票 你现在要发挥 为你这个主持人的常才来 迷惑大家 你知道我每次在介绍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说我是黄丽萍 然后草头黄 立法委员的立 大家就说赶快来选立委 你第一个政见要讲什么 你说啊 你说你要当立委 我希望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好好的聊一天 聊 一天就好了 所以一天讲完之后 聊一聊 好好的聊天 你知道许淳美在当时 在要选那个立委 我觉得你真的 你真的很会聊天 许淳美那时候不知道是选议员还是选立委 他的政见你还记得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蛮窝心的 他说 就是要脱掉车子前 要播放一个小时的广播 太窝心了 怎么办 有一点想选他 他已经不知道退选到哪里去了好不好 有钱真的可以任性 首先你要先准备一笔钱 因为我记得好像选 选举都要准备一笔 我没有要选立委啦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做成节目的话 好像就会很多人虎视眈眈 想说这对夫妻讲那么多打高空的话 就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 就之后开始验证我们 对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要谨言盛行的就是录这一集 会觉得有点不敢就是讲太多美梦的事情 好那我先说 就是这个遗愿情当 我希望他每一条啊都会是一个行为 行为 就是一件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有动词的那种 他不是一种状态 就是如果你是讲说我想要变得跟谁一样有钱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像是遗愿情当 只是形容词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要说 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好像说我要买五百张台积电这样子 对譬如说我举我举个例子 就是像他们那个一路玩到挂那部电影 他们就是说我要高空弹跳 我要去开赛车 然后我要去 就是亲一位陌生女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要看一位最美的女孩 就是我要笑到流眼泪 这我每天都有 有有我现在已经流眼泪了 对然后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我要做一个超级高级的一个 一个饭店 类似这样子的 哦 对 好 OK 我们要不要先就是设定一个数字啊 不然聊个没完 十个 十个一人十个 好 然后就是录音之前先不能让对方知道 对对对 直接讲的 全球首播 OK OK 好 那就下礼拜一再聊咯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